这是梅花拳面临的传承问题 知道的人多深入学习传承的人少 成为当地人的遗憾 好在有像好夫中这样的人一直在坚持 我来到这个梅花拳生地已经十几年了 梅花拳的信仰天地均七十 它在这种择爱方面 铺鸡对这种择爱经税 是事实要感染了 尊师重孝是梅花拳代代传承的宗旨 根元经 梅花拳的古传秘籍 记录了有关梅花拳的文道武功 历经四百余年的岁月犀利 书文已惨破不堪 不知道有多少传奇与传说 悄悄消失在这发黄的记忆中 不图明不贪力杜绝私欲 旧苦难 既苦难善施舍既若福清 要谦让和乡乡尊老爱幼 产行恶除强暴 社稷安宁 既中军又考清人伦末辈 养对天 辅对地 不愧一生 张福印 仿佛传说中的逆绝后法 为我们一字不闹的背诵了梅花拳的百字名 这是梅花拳宗师留下的远古智慧 如今已无任何文字记载 只凭村民们口口相传 邹氏墓群 邻历着邹家各位先祖的墓碑 以及这座墓园军舰者的纪念碑 不远处的梅花拳博物馆 更是有着与村子截然不同的磅礴大气 现在仍在修建当中 梅花拳原本是邹家的 但邹家第四代吴南丁 只有三个女儿 其中有一个女儿嫁到田家 也把梅花拳带到了田家 世代演练 田建文现在是梅花拳第十四代传人 为啥叫梅花拳 起初的时候 梅花拳就是在庄上连续 连续梅花拳 没有十年以上的工作 在庄上连续 这个很难 在梅花拳这个梅花拳 跟其他的那个庄都不一样 梅花拳的这个庄 他那个庄头 不会超过八五分 他要求这个庄特别小 一只脚摘到上面 他找不下这个脚了 梅花拳他脸庄的特点是什么 别人都是这个装包脚 在梅花拳脸这个装 都是脚包装 这个脚塌到上面以后 物质往下一口把那个庄子包住了 所以他肥子有了功夫 纪念了功夫一口 才能上那个庄 在庄上连续梅子的路 肩负梅花拳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重任的田建文 已经在这里义武交拳十二年 梅花拳 已称梅花庄 梅拳 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拳种之一 练习时以五种姿势进行 并且称梅花状 梅花拳的名字取义于梅花在东魏晋 春魏道之时开放 含先知先觉之意 和先辈先入之理 达先发至盛之效 其拳尊武士正和梅花五半之行 故取名梅花拳 又有一说是梅花拳的祖师周弘毅 度于梅花树下 全说硬合金木水火火火 恰似梅花五半 故命于为梅花拳